魏英,时辰不早了,我们该回去了蓝湛看着魏英说道。 哦,魏英朝他看了一眼,这人刚刚眼睁睁看着心爱之人成为别人的未婚妻,想来心里一定是不好受的。 他没有拒绝蓝湛的提议,回头看了晋王一眼,晋王殿下,你好自珍重,我们先走了。 道别的话来不及说完,蓝湛已经迫不及待地走过来,拉着他的手紧紧地拽在手心里,摸摸蹭蹭地干什么,是不是舍不得走了? 哪有?魏英无语,手心往回拉了一下,却不想,蓝湛拽得更紧了。 本王明明看着有,你实话告诉本王,你是不是舍不得晋王娶别人? 蓝湛问,魏英翻了个白眼,你别胡说好不好? 我明明担心的是你,柳燕都要嫁人了,你就不心疼?又不是你嫁人,本王心疼什么?蓝湛低咕道。 二人边走边吵的背影渐渐远去,柳燕的目光都没有从他们离开的方向收回来。 皇后筹谋在前,自己将计就计在后,原以为自此渔翁得利,却不曾想到最后是打水一场空了。 太子,他到底知不知道,为了能得到他,自己做了多大的努力。 还有魏英,原以为太子永不会多看他一眼的,却没料到他手段了得,能让太子现在对他这般区别对待了。 算了,有些东西不属于自己,努力再多又有什么用? 说到底,自己和蓝湛只能还是说有缘无分。 三日后,赐婚圣旨分别送去了晋王府及相国府。 在此之前,朝廷内外都还曾以为柳燕会被赐给太子当侧妃,可圣旨一下,太子侧妃变成了晋王妃,一时之间,所有大臣议论纷纷。 魏英作为提早知道内幕消息的人之一,虽然对赐婚圣旨并不感到意外,然而一想到那日发生的事情,不免还是会觉得唏嘘。 还有蓝湛,这么多日过去了,他到现在依然想不明白那日蓝湛为什么要那么做,难道就为了反击皇后,他不惜利用自己心爱之人的清白? 现在,赐婚圣旨下了,心爱之人再过不久就要嫁给别人了,他心里会不会很伤心?蓝湛心里会不会伤心,魏英不得而知了。 不过得知赐婚圣旨下后,东宫的宫人们倒是开心得不得了。 一大早,魏英就看到几个宫人聊着各自从四处听来的消息。 听说柳燕之所以会被赐婚,是因为早跟晋王就暗度陈仓了,皇后知道后,气得不得了。 当着重百官的面,皇后只得说要去找皇上赐婚。 要真是这样,那柳燕可真不要脸,表面装清高,结果背地里是这模样。 就是就是,当初还听说柳相国还去找皇上赐婚,还好没有被赐婚给我们太子,不然将来进了咱们这院,不知道恶心了谁。 一群人旁若无人地聊着,魏英听后摇了摇头。 此时背后传来声音,慧嬷嬷走到了魏英面前,见过太子妃。 魏英微微一笑,慧嬷嬷勉礼。 慧嬷嬷。 魏英看着她,想着这几日一直没有看到蓝湛,于是问道,太子殿下最近在忙什么,今日在不在宫里。 回太子妃,殿下近来公务繁忙,基本上每日一大早就出去了,很晚了才会回来。 慧嬷嬷汗手,又问,太子妃是有事要找太子了? 没有,没什么事。 魏英淡淡回道,几日不见蓝湛,原来她是忙公务去了。 想来,柳燕就要嫁点晋王了,得知这样的消息,她心里定是伤心的。 而让自己忙于公务,确实是缓解心情的好办法。 晋王大婚当日,一大早,荆墨就被自家太子换进了屋子。 蓝湛,宫里可有什么闲置的东西。 荆墨愣了一下,一时没能明白,闲置的东西。 不知殿下打算拿来做什么用的。 蓝湛略略有些嫌弃地瞥了她一眼,旋即微微一笑回道, 今日晋王大婚,本王总不能这么空手去喝喜酒是不是? 明明今日大婚的人是晋王,但不知怎么了,蓝湛觉得自己比谁都高兴。 这一高兴,难免有些掩饰不了内心的喜悦表现了出来。 晋墨似乎看出了这一点,问,殿下今日似乎心情很好。 是不是有什么喜事?喜事?蓝湛不满地瞪了她。 晋墨不知道蓝湛之所以心情大好的原因。 晋王自小就喜欢卫英,蓝湛是早已看出来了。 从前就算了,那会儿自己没有喜欢卫英, 因此不会在乎别人对她是不是有喜欢。 现在,她既然看清了自己的心思,发现自己喜欢上了卫英, 自然不会眼睁睁地看着别人在背地里觊觎她。 更何况,卫英现在都已嫁给她,是她名正言顺的太子妃了, 她就更不能容忍别人对她心怀一丝的念想。 好在,晋王自己要大婚了, 大婚后,想来她对卫英的念想就该有所收敛了。 这么想着,她心情越发觉得大好, 于是抬起头朝晋墨再次扫去,还愣着干什么, 宫里可有闲置的东西,还不赶紧去挑一个。 晋墨刚要去,蓝湛忽然反悔了, 算了,还是本王自己去。 走到一半,蓝湛步伐忽然停下, 太子妃在哪里? 今日晋王大婚,夫妻二人得一起去晋王府祝贺喝喜酒。 晋墨思索了一下, 昨日殿下您曾交代过, 今日要同太子妃一起去晋王府喝喜酒, 她这会儿人应该已在等着了。 于是蓝湛静止朝明月阁走去, 去叫她,一起去库房挑东西。 未曾想,刚走出去几步, 就看到卫英朝自己走来, 参见太子, 免礼, 都准备好了。 蓝湛问道, 卫英点了点头, 蓝湛抿了下唇, 道, 那先陪本王去库房挑礼品, 一会儿带去晋王府当贺礼。 好, 两人选好后, 就去了晋王那里。 晋王大婚, 王府里张灯结彩, 喜庆非凡。 对于二人的提早到来, 萧元显然有些惊讶。 蓝湛今日心情当真极好, 看到萧元一身喜庆装扮就更好了, 三弟今日大婚, 可喜可贺, 是本王来早了。 晋王目光来回在二人身上扫了一下, 道, 二位里边请。 两人一路背影大厅, 大厅里比外头的大院安静了不少, 大概是察觉到了这一点, 蓝湛忽然诱导, 看来本王当真是来早了, 三弟该不会笑话, 本王为了喝喜酒, 早早就过来了。 太子说笑了, 今日臣弟大婚, 太子肯来, 臣弟实在受宠若惊。 萧元寒暄道, 萧元看着二人, 太子, 太子妃, 二位很久没来王府, 可自行到处走走, 若是累了, 让底下的人安排一间卧房稍作休息, 臣弟先离开一下, 无妨, 你去忙, 蓝湛玩耳。 小小小小小, 你死了, 快点凭,